29日凌晨2点 中国广东高速公路上 塞车太郁闷 有年轻人高歌挥舞五星旗 常常车龙无边无际 比起车上叹气不如及时行了 除了打羽毛球还能打麻将 因为中秋节再碰上十一国庆年假 中国民众纷纷出行 不只车站大排长龙 各地公路更是塞到怀疑人生 超级黄金舟出游 成为塞车大挑战 不少人天黑塞到天亮 清晨就地刷牙吃早饭 遛狗打牌做运动 还有计划通怕卡在路上饿着 连电锅都一块带着走 提前一天晚上就卤了一个牛腱子 提前在锅里面煮饭好的米和水 然后就在服务区查个电 然后就把饭给煮好了 出门竟然还得先备菜 应对塞车种种行径让人看傻眼 还有开电动车的网友无奈表示 休息站充电桩就四个位置 光等充电就要排到天皇地老 进出城方向车流形成长龙 预计当日高速公路流量 或将突破历史最高值 达到6600万辆次 29日是中国今年超级黄金周的长假首日 官方预计假期间 全境跨区流动量将达到20.5亿人次 但看到这样处处塞爆 高速公路变身停车场 各种乱象也让民众好崩溃 三点新闻 林一航报导